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The Long Dark 漫漫長夜 嗯...嗯...嗯... 嗯...我看...我看了一下觀眾們的留言 他們好像說我這張地圖已經逛的... 真的差不多快要逛完了耶 只差...只差什麼? 只差那個...嗯... 他們跟我講說瀑瀑那個...瀑瀑附近有一個洞 然後斷橋的對面真的過不去 叫我不要想了 叫我不要想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走到斷...那個斷橋的對面 我只要走到...走到哪裡 走到瀑瀑再過去對不對 就是瀑瀑那附近有一個洞 好好好 我今天就去瀑瀑的洞旁邊看一下 應該沒有錯吧 我有什麼漏掉的嗎? 有什麼漏掉的嗎? 我昨天...欸等一下 那...那個是我打死的狼是不是? 哦...對對對...我想起來... 我就想說我在這邊打死一頭狼 還沒有刮他的皮 不要太緊張好不好 嗯...先刮他的皮 以冰凍沒關係 照刮 等一下看一下現在的溫度 -3度欸 不管啦 刮了啦 刮...欸... 哦...我已經刮掉了 我真的很努力欸 等一下那裡有一個鐵盒欸 這個鐵盒我有看過嗎? 都不知道地上有什麼東西欸 欸沒有欸 打火棒 這裡有外面真的怪怪的欸 你看...我上一集也是在... 這裡的地上撿到飲料 然後現在又在這附近撿到這個 真的怪怪的 而且這附近還有熊 很恐怖 我還是隨時拿著我的發煙筒 斷橋那邊過不去 所以我就不要想了 我們走往深山裡面走好了 有人跟我說這裡 這裡有一個洞 那個瀑布附近有一個洞 我們走到瀑布附近 那個是我打死的狼嗎? 那一塊...有沒有看到? 這裡 等一下再走過去看好了 這一個...這一個點 有沒有...這一個...這一個...這個...這個... 哇...現在... 現在有準心欸 這個準心有用嗎? 不免懷疑一下它有沒有 不免懷疑一下它有沒有 準心有用嗎? 不知道啦 不重要 我們走了 走去找...找洞窟 那...找完這個洞窟呢 我這張地圖應該也...差不多了 準備...準備回家! 嘖 熊欸 先把發煙筒點起來 我們來跟熊打 要跟熊打了 要打熊了 要打熊了 又要打熊了 好好好 我有...我有槍 它站起來了 它跑過來了 它停下來了 一槍...一發入魂 漂亮 一發入魂 黑熊屍體 黑熊屍體 等一下...去...去完湖泊旁邊再看...再鎖好了 不然我這個發煙筒一刮完 就沒了 這裡...喔! 洞窟就在這喔? 還蠻近的欸 欸等一下...這個洞窟我去過啦 啊...這個洞窟我去過啦 不是這一個嗎? 在裡面還有? 有 真的還假的...人家就要走下面了 我想說這個我去過啦 那個靈芝我還故意不踩的 我們走...湖泊下... 後面好不好 他們說... 真的有啊... 我很相信你們喔 你們不要騙我 不然我其實不需要過來跟熊玩的 還在這邊一發入魂 我神經病喔 先下來先下來 趕快趕快去那邊 到底有沒有啊 我剛剛...發現那個洞窟 那個熊才剛睡飽出來 就從家裡面出來 啊...睡飽了 打個哈欠陣要出來的時候 就遇到我假衰有沒有 然後...站起來嚇嚇你的時候就被我打死了 熊洞就在那個路口 那個有骨頭的真的是熊洞 在瀑瀑附近真的有東西喔 你們不要騙我喔 真的不要騙我喔 我很相信你們喔 雖然我被騙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這附近... 有嗎? 這裡...這裡有山洞 有嗎?這個是山洞嗎? 是這個東西嗎?他在講這個嗎? 他講的是這個嗎? 應該不是吧 你們講的不是這個齁? 那就是這裡囉 你們講的是這個嗎? 我上一次好像也有來這啊 還是後面那裡 是不是這個 到底講的是什麼東西啊 有時候還要猜測你們講的 到底在講什麼事情 這裡是很多 很多怪怪的東西喔 欸?都進不去啊 哪來的山洞 傳說中的山洞在哪裡 對不起我真的找不到欸 你們所有山洞在哪 要從這邊走上去嗎? 這裡走不上去喔 這裡走不上去喔 對啊到底在哪裡 欸?這裡 這裡有欸 傳說中的山洞 哇嗚 這什麼鬼地方 傳說中的洞窟 發現新地點 發現新地點 哇你們 你們也太神了吧 這種鬼地方你們都知道喔 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看地圖嗎 走來裡面 這裡面也有骨頭欸 這裡也不會是熊洞吧 跑師 搞的我有點緊張欸 有那個野生 野生動物的海骨還 喔 有狼 那個狼跟他在騎笨豆 這樣有狼欸 嗚~~噁明了 噁明了 還有什麼嗎 WOW 這個 山洞裡面竟然有狼 不會還有熊吧 哦 好暗喔 繼續往前走一下 如果這個 殺完的話 我應該點火把 點火把比較安全 這裡感覺就很危險 這裡面除了狼以外沒騙東西喔 這麼恐怖喔 欸 燒完了 點火把 欸 我沒有帶火把出門 我把火把都拋在那個燈塔了 希望沒有第二隻狼喔 喔 這裡好多槍喔 一隻 一個 兩個 還有獵槍 哇 七十七 四十四%的獵槍 下面有兩天 喔 兩隻鹿欸 兩個鹿屍體欸 就是那隻狼在大塊躲移嗎 想不到啊 想不到 我們就走到這個 這裡應該是狼 狼窟吧 狼在睡覺的地方 他們就把那個屍體叼回來 他會把屍體叼回來嗎 不然為什麼這裡會有這麼多的那個 這麼多 這麼多的鹿 他們是怎麼把屍體弄回來的 我很好奇欸 狼們 你們是怎麼把屍體弄進來的 你們是怎麼把屍體弄進來的 應該只有一隻吧 哇 都是骨頭欸 一隻 兩隻 這裡還有 還有把咬出來的 鹿肉 吃這個會不會生病啊 這裡還有 欸 這裡有火把 這裡有火把 有子彈 骨脈棒 背包裡有什麼 汽水 糖果棒 看一下屍體裡面有什麼 哇 他 他死得好慘喔 他應該從上面掉下來的吧 在上面打狼 打狼 打鹿 結果打一打 腳步不穩 貪幫落實 就整個掉下來 所以 還有一些槍卡在上面 你看我的推測應該很合理吧 合情合理 重現當時情況 那個彷彿他掉下來的那一幕 就粒粒在一幕 有沒有 好了啦 我把燈熄掉 然後開始刮 刮鹿皮 在裡面刮應該很 很保暖 不用擔心那個 會挨餓受動 會擔心挨餓啦 受動到不至於 新鮮鹿皮 再去刮那個 這個洞窟被我佔領了 我還有熊皮沒有刮欸 還有熊腸子 好多東西喔 刮這些就飽啦 刮完放在那個 放在補金廠 補金工廠 這裡 好 這個也刮完了 那我們走回去吧 我目前探索多少%啦 我目前探索79%了 找到這個山洞沒有增加1%喔 嗯?79就79 我們應該這裡逛的差不多了吧 還有東西嗎? 還有東西嗎? 問了兩次 我是在問 正在看關 看影片的各位 我這裡還有東西沒逛到嗎? 問正在看影片的各位 你們也沒有辦法馬上跟我講啊 嗯... 不管它有沒有啦 我先把這些皮 拿回去補金工廠賽 然後... 就...就準備離開了好不好 準備離開 我好像都把補金工廠當作我的家了欸 沒有在那個燈塔 雖然燈塔真的很溫... 溫馨很棒 可是它... 要走一段路 走到那個燈塔那裡 要走一段路 而且那一段路 常常都有狼 所以就是出門的時候都要帶槍 不然點火把 跟狼PK 這我覺得比較辛苦一點 太辛苦的事 秋風都不想做 很感謝那個留言給我說 這邊有山洞的 呃... 觀眾 烏帕 網友們 感謝你的協助 好不好 我們看完了 我們要回去了 那個... 有任何問題 可以再跟我講 秋風就會再去看 有什麼景點 秋風沒逛... 逛到的 我們就去 好不好 因為我們全部的東西都逛完了 現在也... 沒有其他事情做了 要回... 欸好 回...回神秘湖 對我們該回神秘湖了 79%欸 說不定就是因為神秘湖的那些地圖 它沒有算進去 所以才沒有 更高的趴數對不對 而且... 從冰海公路過去那一條路 我也沒走過啊 嗯...很好很好 就走這裡就走這裡 好 我們先去刮熊皮 刮完熊皮之後 就回補金工廠 東西放一放 呃... 就直接 起程回... 回冰海公路 哦...回城了 這裡應該都看過了吧 嗯... 教堂... 教堂我去過了 教堂後面有沒有看過 教堂後面的山坡 好像沒有齁 有沒有看過自己... 其實都不曉得欸 我好像直接前往教堂 教堂後面的山坡 後面有東西嗎 不知道欸 就是因為不知道才要去看一下 每一次都不知道有沒有東西 真麻煩 欸...卡住了 你認真的哦... 走過來了走過來了 為什麼不從剛剛那邊上去 因為剛剛那邊上不去 剛剛那邊會因為那個陡坡 沒有辦法上去 那個坡太陡了 真的很可惜 不然我們就可以這樣大搖大白走上去 都怪那個坡哦 我們要來... 看一下熊 上一次我沒有殺的熊 這一次把他殺死了 上一次在那邊... 驚險對峙 有沒有 驚險一瞬間 然後這一次把他幹掉了 嗯...嗯哼哼 這裡應該都看過了啦 我覺得 我們回去的時候 嗯...走三路 應該就全部走完了 就是回... 那個... 河濱 海濱 回到海濱公路的那一段 走...都走三路 應該都差不多了啦 我們先刮一下熊肉 刮一刮 把他的肉 不是熊肉啦 把腸子全部都刮掉 要刮兩小時欸 拆解 欸這樣我卡路里會不會太低 我現在快要餓死了 快餓死了 趕快喝 喝飲料 吃餅乾 全部刮完了 吃 瞬間吃飽飽 再吃 然後再吃餅乾 把這些都吃完 把這裡能吃的都吃完了 所以以後來到這邊 就要帶吃的 以後來到這邊要帶吃的 哇這邊能吃的 差不多都吃完了 身上只剩下一根能量棒了 好啦一根能量棒就可以撐好幾天了 沒有撐好幾天啦 最少可以撐一天 這裡的東西吃完了 而且吃完了還可以再燒啊 到處都有 滿地的肉 我都沒有刮 真的是滿地喔 到處都有喔 這裡也一堆肉 那裡也一堆肉 我先把我的那個 腸子皮 放在那個 放在工廠裡 補金工廠 這一塊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丟下來的嗎 不是欸 哇路旁就有冷山木才可以撿 這麼好喔 路旁就有冷山木 走走回家囉 這一個火把是 是我燒完 燒完丟在這 已滅 燒完丟在這裡的 看來火把放在外面不會腐爛 它沒有腐爛系統 那不管它啦 我們走 當作路標嘛 當作我已到此 此地的證明 這個腳印不知道多久會消失欸 欸 這裡的已經消失了 有沒有 欸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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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以為已經消失了 原來我一開始走的 走的地方 走這麼崎嶇喔 沒有走在路上 都走這麼 沿著旁邊走 所以一天 腳印不會消失欸 是因為今天都沒有下雪的關係嗎 不知道 好了我們先回來 然後把那些皮 皮放在地上 我又刮了一堆回來了 把這些通通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下一次我們再來 再來的時候 下一次再來的時候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呃 所以把一些有用的資源也都放在這 不會壞掉的資源 都放在這 我已經把這裡的資源都搜刮 搜刮完 放在這了 欸咻 喔還有很多吃的欸 我根本就沒有把它吃完啊 要帶著走嗎 所以廢金屬應該要放在這裡 木頭 這個羽毛 羽毛要不要帶走啊 我以後可以做那個 我燒了很多箭頭 以後可以做箭桿嗎 欸 話說箭頭在哪裡 我把箭頭放在哪裡 我把這個放進來啦 這個 真是沒路用 整理一下背包好了 真的沒看到箭頭欸 我到底把箭頭藏到哪裡去了 箭頭 對啊我把箭頭藏到哪裡了 箭頭咧 斷箭 的箭頭 我到底放到哪裡去了 對不起我失憶了 秋風得了失憶症了 怎麼辦 完全想不起來欸 秋風失憶了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欸 簡易箭 簡易箭 這多的一個箭桿去哪裡了 我看一下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是放在燈塔嗎 還是放在船上 真的怎麼都想不起來欸 完蛋了完蛋了 完蛋了 我先拿一些東西出來 不出來 全部轉移 我先修一下我的衣服 能修的先修一下 像這個行動修補 修補我的圍巾 然後修補我的羊毛帽 羊毛帽 然後看一下還能補什麼 呃補 這些其他的不用補了 我去下面煮個肉好了 煮個肉 喔這裡好暗了 已經晚上了是不是 補一補東西就補到晚上了 我去下面煮個肉好了 這裡的東西 對啊我到底把箭頭放在哪裡了 應該是船上吧 不要再糾結了好不好 之後就會有那個 觀眾 烏帕們 好心的烏帕們 就會在下面留言 告訴秋風了 不要再糾結了 先生活一下 促燃劑把它用掉 我還有四個促燃劑喔 然後 欸不是不要返回 那個 我要燒肉 把我身上這一塊肉 煮熟 煮熟完 要不要再煮點水 煮點 我沒帶咖啡出來 不能煮咖啡 真可惜 那融2公升好不好 融化 融化2公升的水 好了2公升的水燒好了 可以用了 目前沒其他事了 那我把 把什麼 要做什麼 把它吃掉 因為太重了 不會帶著跑 太重了 應該吃不完吧 喔吃完了欸 那把狗屎也打開來啊 順便吃了 這個應該500 喔吃不完了 沒關係睡一睡再吃 睡飽繼續吃 啾啾啾 好了我們要去睡覺了 上去睡覺 等一下等一下我點到什麼東西 紙箱喔 沒事拆紙箱幹嘛 我們走上去 等一下來睡覺 隨便找一個床墊就睡 有兩層的床墊 感覺很舒服 這裡 有沒有 兩層睡高的 好我今天就在這裡睡覺了 先睡個五小時 就睡過今天了啦 明天就要起乘回家了 走三路回家 吃飽喝足了 繼續睡 睡繼續睡五小時 休息睡過今天 娘娘娘 哎呦 問號問號了欸 怎麼了 外面起霧還是下大雨 不知道明天再煩惱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 掰掰